各位爱护台湾生态环境的好朋友大家好 人生总是有不其而愈的温暖和深深不息的希望 斑食玉体长约21-26公分 一展为50-57公分 体重约84-190公克 嘴黑褐色,短而为向上翘 脚呈黄色 下雨,熊鸟头部,颈部白色 头顶,甲部,颈侧有黑色花斑 提背成褐色,有黑色,白色斑 前颈及胸部黑色 腹部白色 斑食玉雌鸟体色与熊鸟大致相近 提背颜色较淡,头顶系黑纵般较密 冬雨,头部,颈部转位灰褐色 提背成褐色变暗淡 斑食玉通常成群在潮尖带的沙洲 沼泽等泥汁滩的或内陆湿地活动 觅食方式是以上翘的短嘴掀起食粒或植被 在着实躲藏鱼下的甲翘类 或在摊地上挖洞找寻软体动物 偶尔吃腐蚀 在台湾大部分过境族群集中在中部西海岸 春过境4月和5月份为其北返时期 秋过境8月和9月份则为其南迁时期 屏东大鹏湾柯岛 高雄陵园善围渔港 台南曾文西出海口 将军师弟 嘉义布袋和东石敖古师弟都有机会相遇 东亚族群的藩食玉繁殖于西伯利亚北级圈带 冬季会迁移至中国大陆南方 中南半岛 澳洲及纽西兰 生命何苦难为其他生命 金日鸟类明日人类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2023年5月10日感恩